终于有一次不是讲英文了 大家介绍一下 Amy她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考上大学 可是Waltry University的国际犯罪的硕士学位 2017年你就毕业了 对因为荷兰的其实现在很多的硕士都是一年制的 所以2016年来读其实2017年就可以毕业了 因为Amy她2016年之前她本身是 应该说警察大学毕业之后到矫正署里面上班 她自己有成立了一个欧牙咨询Bar 然后可以让大家去听她的在欧洲的生活 以及如果想要去欧洲工作 然后都可以问Amy她本身是顾问也是Podcaster 以前在台湾在公部门服务 那后来我又规划了就是回到荷兰来工作 我觉得好像还是比较喜欢在国外工作 就是国外的这个环境工作 就是跟这边比较有机会接触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因为我现在就是在阿姆斯特丹 也可以遇到一些来自各个国家的人 所以是还蛮有趣的 所以后来就先在台湾 然后找因为在荷兰念书的话 你毕业会有一个一年的时间可以找工作 那这个期间的话你的签证是可以 是自己可以sponsor自己 所以不需要先找到工作 你可以自己办这个签证 然后到荷兰来找工作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这样应该会比较方便 OK 那首先也要介绍一下 这个社团在2011年的时候就成立 那目前的成员有超过5762位 那他主要用意是 让在荷兰留学生都可以在这里提出问题 好 那我们来问咯 请问Amy 为什么你要去荷兰 在荷兰也有非常多的英文学程 因为在荷兰英文虽然不是他们的母语 可是其实基本上普遍每个人都会讲英文 那再加上 再加上就是因为其他英语系国家的学费 所以蛮高的 像美国 澳洲 英国 这些国家就是一读就是百万台币起跳 所以相较来说其实荷兰算是一个比较 经济的选择 然后第二个问题会问你就是说 你觉得你在荷兰 透过就是我们这样子外国人 然后到荷兰 那你感觉你觉得荷兰语在未来会消失吗 我觉得只要荷兰人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就不会消失吧 虽然说荷兰人的人口就是荷兰跟台湾的面积差不多大 然后但人口就少很多 大概一千七百万人 可是我觉得只要他们人口没有就是消减 或是他们的人口没有消失 我觉得语言是不会消失的 实际上有来过荷兰都知道 其实他们很多东西也都还是荷兰人 他们没有什么东西都是荷兰跟英文并行的 然后像如果你接到 像我现在接到一些就是政府官方的信件 它全部也都写荷兰文 它根本不管你是谁啊 有关于你觉得荷兰语对荷兰当地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他们从小到大讲的话 那基本上如果你因为这边还有移民啦 所以如果是移民的话 他可能会比如说他第一代的移民过来的人 他可能就不会讲荷兰文 可是如果他的小孩是有去学校上学的 那他就会如果是去上荷兰语 当然是上荷兰提系的学校的话 那他就会一样都是他会学到荷兰文 他们还是很多都保留是荷兰文的 像是医科他就会是荷兰文的 兽医他们也是荷兰文的 然后像有关一些荷兰的组织跟法律 他也一定是用荷兰文啊 就像我们不会把台湾的法律系改成用英文授课吧 因为没有意义啊 因为他们以后当律师 他们学的都是台湾法律 他们怎么可能会需要用到英文 所以荷兰也是一样就是有一些很很务实很实际 跟这个社会接轨的 或者是像荷兰文学也不会用英文教啊 可能有一点英文吧 但是就是像这种也不会全部改成英文 所以其实还是要看学习的科目 你觉得英文以及荷兰语这两个语言 对荷兰来讲哪一个比较重要 其实因为我中正有回去台湾 所以我没有待到五年这么久 大概前后待了大概两年多三年吧 前前后后加强 重要吗 看你怎么定义重要 就是因为其实像他们一些官方的重要文件 也全部都还是荷兰文 所以你要说重要的话 但是感觉起来还是荷兰文重要吗 那英文的话是他们很重视 然后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有一点优势啦 就是在学习语言上面 如果你把语言看成是一棵树的话 那那个英文跟荷兰文是比较靠近的嘛 那中文跟英文是你知道就两个世界啊 就是一个左边一个右边 所以他们学习英文的确是比较有优势 他们在使用上或者是在口说上面也会比较 我觉得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啦 你会讲几个荷兰单字吗 就是我有上荷兰文 就是我有上三个月荷兰文 所以我现在大概可以就是基本的 非常非常基本的就是对话可以 所以我不知道这样到底是几个单字 应该一百个有吧 至少有一百个 我有想要在荷兰就是长久居住 那我刚才有讲到说就是其实很多东西都还是荷兰文为主 他们荷兰有就是那种说 因为我们像台湾人有那种 服务外国人遇到问题的咨询专线或是服务中心 那荷兰它会有这种机构或是专线吗 比如说我现在遇到法律啊 要遇到移民或是要什么问题要咨询的话 通常他们都是 只要有 我觉得他们只要是大概高中有念完 然后大学也有念的话 那他们基本上都双生到啦 他们通常都是荷兰文跟移民双生到 说的好不好是一回事 但是至少他们都可以应答跟沟通 所以他们就是基本上我没有什么需要 一定要打专线的 因为基本上接线人他只要心情好 他都会愿意慢慢跟别人讲 所以感觉客户服务台湾比较好 还是荷兰 但是台湾啊 我跟你说有时候荷兰真的他真的是不理你 他就是他会觉得说那不是他的事 我只要想到我的字 就是尤其是寄包裹这件事情 他们的邮局就真的很烦 他们的邮局就是他会按一次零 他会按你的电零 然后你没有一门 他就是第一个他不然就是把包裹 他就是放到最近的那种就是收获点 或者是他就给你邻居收 你知道他多扯 我就想说这台湾应该二十年前才会发生事情 他就给你的邻居收 刚大概有隐约听到你可能未来计划想要在荷兰长久居住 那但是还是想要问你第六题就是 那你的可以分享你的就是你未来的计划吗 未来计划就升登荷兰吧 如果没有什么中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的话 基本上就想留在荷兰工作 然后希望可以把荷兰文学到一个程度 因为其实在荷兰是很多国际其实七也没错啦 工作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如果要真的很深入这个国家跟文化的话 我觉得学语言还是有必要的 往下是还是要谢谢你协助我们完成这样子的国际交流的计划 然后真的很谢谢Amy 那我们时间大概也超过了13分钟 希望你能够海航 没问题没问题 然后刚刚另外一个少年阿公进来了 然后他其实 他其实刚刚在旁边也有听很久了 所以他大概也都稍微知道我们刚讨论什么这样子 所以来刷一个存在感 所以就欢迎我们的方子为夏琳阿公 哈啰 艾米好 大家好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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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谢谢我们的 呃 台湾人在荷兰的社团啊 这样子 谢谢Amy 拜拜 拜拜 你 比如说 工作室 Marty